等下,我們衛署長還有補充 不好意思,那個心智的SOP 是我們市府現在正在推的 所以,我有必要在這邊還是要跟鄉親做一個說明 剛剛那鄉親講的完全沒有說 錢在我落地那裡,我怎麼有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拿出來 為什麼他要拿出來? 我們當然有設計 不過這個前提就是說 我們會在建造的時候,拿到建造的時候 那時候,勾一次勾 看大家分多少,勾一勾 超額的利潤分配就是說 使用直接拿到,勾一次勾 看建築賺多少錢? 賺多少錢?大家,建築的部分 鋁豬分到的,勾一勾,你拿去 建築拿到的半分 有期間,有超額利潤,拿出來分 噴多少,這個後面才會再探討 為什麼他要拿出來分 錢裡落在那裡,為什麼要拿出來分 我們有幾個機制 第一,就是預告燈機 你分家床給你預告燈機 你不分錢,你根本就不交付了 你錢不拿出來,你家裡怎麼搞的? 這是第一的,第二的 第二的,你如果不要預告燈機 我快要拿保證書來 銀行的保證書 你如果不拿錢 我銀行的保證書 所以我們市府你推的這個制度 有十個好處 大家等我都想過 如果是有超額利潤,不會拿到錢 因為錢,不是你的在那裡 所以不再拿到錢 這樣感謝大家補充 謝謝 謝謝 好,是不是我先請我們 市議會 張毛朗,詹議員 是不是給我們一些指導 謝謝